大家好,我是艾迪 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的Luminar系列较长的第15集 摄影不仅仅是记录下眼前发生的一切 也是利用图像创作来实现想象中的画面 Luminar 4有很多可以去深度挖掘的潜力 涂层和蒙版这两个辅助功能的出现 让照片的后期调整更富有创造力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两个功能可以有什么样的玩法 每一张打开的照片都会被默认为一个涂层 并且是锁定的状态 只能进行涂层转换 也就是可以上下或者是左右来翻转照片 如果想要更多的编辑功能 我们就需要复制这个照片层 点击复制层 选择之后会复制一个全新的涂层 它和原来的涂层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在这个复制层里边 就可以进行更多的编辑了 例如涂层转换 除了刚才的转换功能之外 它还可以自由的拖动这个涂层的位置 把它移动到水平线的位置 点击完成退出 之后选择编辑蒙版中的渐层遮照 也就是渐边滤镜 在照片中的水平线位置 拉出渐变将不需要的部分遮盖掉 之后降低一点点的调整量 水面倒影是我们在拍摄城市夜景时 特别期待的景象 但是不是每次都可以遇到风平浪静 有倒影的天气 利用涂层功能就可以轻松的制作一张城市倒影照片 也可以制作出一张对称的照片 用同样的方法添加左右渐变的蒙版 就可以实现了 经过以上的操作之后呢 这张照片就再也不是一张单层的图片了 在编辑时需要注意所在的图层 为了方便调整和进行替换天空等操作 我们可以对这些图层进行合并 点击层界面当中右上角的小加号 选择创建新的图章层 软件会自动将所有的图层进行合并 创建一个新的印章图层 并且覆盖掉原来所有的图层 这个层呢 就是让之前所有的操作变成了一个整体 为了方便整理这些图层 我们可以为这个层进行重命名 在处理这样多层文件的时候 可以使用调整层来添加一个调色层 点击层界面中的小加号 选择添加新的调整层 之后做的所有曝光和调色处理 都会记录在这个调整层中 但是AI天空更换和AI增强天空 在调整层当中是无法操作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上一步的合并图层 调整层只用于曝光和颜色的处理 并且可以通过调整量来控制调色的强度 想要叠加两张不同的照片来制作特效的时候呢 就用到了添加新的图像层 添加之后呢 会默认为填充模式 在图层当中的图像映射中 将填充改为符合 然后呢通过图像转换来改变图层的大小或者它的位置 通过编辑蒙版呢 去掉多余的部分 用这个方法呀 可以添加各种效果来实现自己的想法 在第五集如何一键换天空和替换水面倒影的教程当中呢 也是通过这个方法来制作水面倒影的 除了被锁定的原始层 在每个添加的新图层上呢 都会出现混合模式 利用这个模式 我们可以创作出很多特殊的效果 例如多重曝光的效果 同时叠加多个图像 也可以添加特殊的调色效果 这个操作和Photoshop当中的图层混合模式操作方法是完全一样的 其实不仅是图层 在每个调色工具的下面呢 其实都有一个编辑蒙版这样的一个选项 这个工具是帮助我们自由控制每一步操作的点睛之笔 也是Luminar 4中最出色的设置 这个功能的强大和便利体现在每一个细节处理上 每个调色工具的操作都会影响整张照片 有了蒙版就可以轻松的弱化 对某个部分细节的影响 编辑蒙版分为画笔 镜像遮照和间层遮照 三种操作方式 如果是大面积的修改呢 并且分割线比较明显 就选择间层遮照 圆形或者是椭圆形范围呢 选择镜像遮照 画笔是自由度最高操作性最强的细节控制工具 例如在这张照片当中呢 我们可以调整颜色当中的自然饱和度 照片相比之前呢增加了很多的色彩 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同时呢我也会发现 黄色的部分呢会变得越来越重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添加一个编辑蒙版 利用画笔来选择照片当中 我不想添加自然饱和度的部分 点击这里的小眼睛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蒙版的覆盖范围 红色呢是蒙版所使用的范围 也就是调整自然饱和度的位置 这些没有红色的呢 就是我利用橡皮擦擦掉的部分 也就是自然饱和度不会影响到的范围 除了这三个蒙版之外 还有一个明度蒙版 点击之后啊 就会根据照片当中的亮部 自动创建蒙版 但是明度蒙版呢 不能显示遮罩的范围 以上呢就是我在涂层和蒙版功能的 一些使用方法 更多的可能性等着你来创造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的 Luminar后期系列教程 我是艾迪 除了视频频道之外啊 我的微信和博客呢 还会同时推出图文的版本 欢迎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